接下来请各位看一下第三个单元 回圈资料结构 然后与制定函数 制定函数 其实讲的就是ChurchP很常看到的DEF DEF的话 后面放的就是它的函数名称 瓜糊里面放的就是它的引数名称 如果底下有Return的话 它就有回传值 可是如果没有Return的话 那就没有回传值 怎么叫没有回答 反正你做完就算了 不要回报我 如果有Return的话 就是做完你要回报给我 所以大概会有这种制定函数 首先的话 假如我想要写一个简单的程式 这个程式的话 也就是请你帮我写一个 1加到99的简单程式 然后并且把结果Return回来给我 当然如果你不要写回圈的话 你应该不会傻傻的吧 自己写一个NS 然后等于什么 等于1加2加3加4加5加3加到99 那真的有点 那你刚才不用写程式了 你用计算机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需要 用一个什么呢 破回圈 所以这边有一个重点 第一个的话当然 如果今天希望加总1到99 当然这里面的话 我们先开一个新的模组 那模组里面的话 我的习惯是 反正我要加总一定会有个Total Total名称 那个变数名称也许我叫ANS 那当然我给它一个初始 初始始等于0 我还没加进去 那我要怎么加 把资料加进去 第一个的话就是先建立一个清单 那那个清单的话 一般会放在for回圈里面 for的话就是说 有范围式的回圈 所以for回圈的后面 通常会是带一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的叙述方法 就是一般是forI 这个I是自己取的变数名称 然后in forI in后面的话 就是带一个清单 那那个清单的话 一般是要这样 小瓜糊 豆点1 豆点2 豆点3 豆点4 豆点 那你会想说 不对啊 那我一直豆点到99 这样好像没有比较快 所以以后如果说 你看我们后面的清 这个就是清单 那它会分别把这个清单怎么样 丢给这个I 那I去做什么事 那如果说 我希望一个清单是1到99 那这个时候 你就要想到有个函数 叫做range 不是这个range 跟那个easeo里面的range 没关系 那个easeo里面的range 是范围 这边也是范围 可是这个范围是帮你产生某个范围的清单 所以delete了 打一个range 记得一定是小写 然后瓜糊 瓜糊里面的话 必须要给它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就是你这个清单要从哪一个数字开始 1开始 然后呢 豆点 到哪一个停下来 那停下来特别重要 你说老师我打99 不对 它如果到99的话 99停下来 不会产生99 它会产生到98 所以哦 如果你要到99的话 应该输多少 输了100 OK 理论上后面其实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那个参数 只是这个参数 预测一定是1 什么意思 加1的意思 就是相差多少 预设是1 可是未来如果说你要把它改成是基数的话 那你就改成2 这样出来的话就是13579 对没有 然后再来就11 就是间隔2的意思 OK 不过啦 因为我们是间隔1 所以这个可以不用输入 然后面记得加一个结束符号 叫冒号 这个冒号 在Python里面 就等同于那个什么 那个Java里面的大瓜糊 我是觉得 Python还蛮聪明的 它就不要有那个大瓜糊 这大瓜糊真的是非常讨厌 因为有时候常常常 评论是有前大瓜糊 忘了加后大瓜糊 有没有 你会发现很多 比如说像C++也是一样 前面一堆大瓜糊 Python就是不要有大瓜糊 用个冒号 然后呢 它怎么知道它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很简单 缩排 所以特别是说 它Enter你会发现前面是不是有个缩排 这个缩排你不要没事给它back到前面 那就错了 所以缩排也是Python程式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用它来决定什么 决定说它会是在这个回圈之内 所以它一定是下一个J 也就是下一J一定是前面一定一个TAP 一个缩排符号叫TAP 这个不要没事 把它拿掉 因为现在常常就是 你不会缩排 然后就常常出错了 OK好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产生了一个Range 它这个里面就得到清单1到99 那我们就把这个1到99 丢到I里面去 所以它会先丢1 你后面要做什么事 累加 所以累加什么累加 因为我上面不是有NS 对不对 它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NS自己本身 然后怎么样 加上什么呢 加上I就可以了 所以我可以在后面加 NS等于NS自己本身 加上I 那这个叙述的话 它一定会先执行后面的 把后面计算完都存到前面去 有没有 我讲过 这个等号在Python里面 或者在VBA里面都一样 如果是预算结果 是把后面的预算结果丢到前面 那如果是两个资料的话 这后面的资料会复制到前面去的意思 那如果我假设说 它预设为0 所以I一定是1 所以0加1等于1 1存哪里 所以NS变1了 然后再来I等于2的时候 那1加2 不就是换加下一个 然后变3 然后再3加加3 存到前面变6 OK 意思会推 好 那最后的话 NS 就是1加上99 的所有加工内容 那我们Enter之后的话 记得把它Print出来 但是Print 特别注意 你Print 假如说我把这个NS 直接放在这里面 直接Print的话 跟放在前面这边做Print的话 有什么差别 特别注意 不一样 如果你把它放在这里面的话 表示说它是回圈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它会怎么样 一边加总 你执行一下 有没有发现 哇 怎么跑这么多个啊 1 3 6 10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它只要跑一次 就Print一次 因为它是在FORP圈里面 OK 所以 应该理论上 如果你只是希望Print 一个结果 就是加总结果的话 那应该怎么样 把它Back到前面去 那表示什么呢 这个是你的回圈 跟我没关系 最后你只需要把结果告诉我就好 所以 放在这里 Print一下 有没有 4590 就OK了 我答应该没问题 不过最后的话 我会希望说 这边是不是可以再 帮我加一个什么叙述 所以后面的话 我是在这边加一个什么 加总 有没有 加总 然后把这个 ANS的结果 串到加总冒号的后面 那因为一样的状况 它是一个文字 要把它串在后面 一定要转型 加总冒号 就OK了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点 那当然你也可以问一下 XGBT 所以我其实我也问了一下 XGBT 你帮我写一个 内容为 破回圈 一定要跟他讲说 要破回圈 然后加总1到99 不过得到的程式 几乎跟我写的几乎 差不多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变数名称不同 还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他这个地方 这个可以把有点不太清楚 他在这个里面写的 我刚刚是写这样 ns 等于ns 加i 对不对 那他是写这样 ns ns 加等于i OK 我是写这样子 他是写这样子 OK 那哪一个 哪一个对呢 其实两个都对 哪一个比较好 哪一个比较好 其实两个都好 反正可以好 那有什么差别 下面看起来比较简单 下面的写法 在Java里面可以work 可是在VBA里面不能work VBA里面不能写成 加等于IO 可是VBA可以写上面的方法 他可以写这样子 所以 像我一般写是这样 兼顾到相容性 所以如果我写一个去处 所有层次都能跑 那我就写那个去处叫 因为我很怕说 我今天可能写这个语言 然后明天写另外一个语言的时候 那我忘记了 我就写另外语言的写法 到VBA里面 那就有bug 所以我干脆怎么 我都写一次的 反正这边可以 那边也可以 这样都不会搞混 OK 所以其实是有两种写法 你可以写加等于 其他应该都差不多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底下的话 我有个变化题 什么变化题 这一题的话是 1加到99 所以我希望呢 请帮我做一个变化 什么变化 做7偶数分别加总的输出结果 也就是说 假设这一题 这是1加299 但是我希望做个变化 就是奇数归奇数 偶数归偶数 分别加总 所以pinter的结果应该是 奇数加总冒号 多少 偶数加总冒号多少 那这样怎么改 其实刚刚有一些线索 什么线索 逗点二 对不对 可以啊 这个就是奇数的 那偶数呢 这个不就是偶数的 对不对 可是这种写法 要写两个回圈 效率比较差 所以理论上 我比较推荐第二个方法 什么方法 用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 如果 一辅 那怎么判断它是奇数呢 这个的话呢 就可以用到上一个单元 第二个单元里面 好像我刚刚有 跟各位讲那个求余数 有个百分比辅报 第二个单元里面的 第一的地方 也就是说 假设i除以2之后的余数 如果为0 那表示它应该是奇数 如果为1 它就是 不跟这样 如果为0的话 应该是偶数 因为整除了嘛 比如说2除以2 互数到余0 整除 4除以2也是为0 如果是奇数的话 1除以2 互数到余1 3除以2 也是互1 所以我可以用求余数的这一个运算值 然后把它加到哪里 加到这里 i如果除以2的余数 假如等余 等余特别注意 运算结果这边要两个 等于等于1的话 那我就冒号 做基数的加种 反之 所以这边的话反之是这样 ELS 冒号 所以 比较推荐用这个 因为一个回圈加一个逻辑判断 就可以分别加种基数跟偶数 这个试试看好了 如果可以想 因为这蛮常见的 回圈里面加上逻辑判断的 这样的程式叙述很常见 为什么 因为工作里面就是这样子 大量做什么资料的逻辑判断 所以一定会费入一个资料 可能从资料库 可能从外部爬资料 爬虫 爬完之后 什么资料放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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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个规则 所以 其实这一同 然后 请各位试试看 把刚刚的 1加到99 先练习过 第二个动作的话 在分别把1到99 分别加种基数跟偶数 想想看 这个其实很重要 如果你这些都会写 以后 那个 车GPD里面 假设给你一些试试 你也比较看得懂 我试试看 我试试看